哈嘍,我是Willy觀眾,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 你知道你只要學會三種和弦進行,就可以彈 66% 的流行歌了嗎? 這個影片叫好和弦 NiceCore.com 免費而且沒有廣告的提供給你 如果你覺得好和弦的課程有幫助到你 請你考慮購買好和弦的大包裝,以實際行動支持好和弦 另外你已經開始追蹤好和弦的 Instagram 帳號了嗎? 快打開你的 IG 到 NiceCore 底線 Official 看其他 YouTube 上面沒有的內容喔! 我不曉得你們還記不記得好和弦頻道在 2014 年的第一部影片 在內部五年前的影片,我提到了當時的台灣流行歌 一直不斷地重複使用同一組和弦 也就是所謂的卡農和弦進行的現象 我還從當時的 KKBOX 歷年華語流行排行榜裡面 找了 29 首使用幾乎一模一樣的和弦進行的歌 把它移到同一個調串在一起 我們今天要來看看,四年半過去了 在 2019 年,台灣流行歌的和弦進行有沒有跟之前不一樣呢? 大家還是都那麼愛用卡農進行嗎? 所以我同樣去 KKBOX 的網站 找了近半年,也就是 2018 年 11 月到 2019 年 5 月為止 發行的台灣流行歌,點播率前 50 名的清單 我最近這幾天把這 50 首歌全部聽過了一遍 並且筆記下了他們的主歌跟副歌開頭的和聲進行 我發現有 66% 的曲子,在副歌的開頭 都是使用三種和弦進行當中的其中一種 你知道這三種最流行的和聲進行是什麼嗎? 我接下來就要跟你分享 我聽完 50 首歌之後發現的事情以及我的心得 首先大家最想知道的話題應該是 在 2019 年,卡農和弦進行到底還流不流行啊? 答案還是蠻流行的 在這個 50 首歌的清單當中 有 11 首歌的副歌是使用卡農和弦進行 佔了全部歌曲的 22% 我們還是來快速複習一下什麼是卡農和弦進行好了 所謂的卡農和弦進行 就是把 300 多年前 德國作曲家帕海貝爾寫的 卡農的和弦進行給他轉位一下 變成低音一路順下去的那個樣子 以 C 大調為例子的話就是 注意這邊前 7 個小節的低音 是 Do Si La So Fa Mi Rae 一路順下去的形狀 這個和弦進行有一些常見的替代和弦 也有一些歌曲會跳過第 6 跟第 7 小節低音是 Mi Rae 的部分 但是我都把這些細微的變化還是歸類為卡農進行家族 一個有趣的事情是 周星哲有三首歌曲進榜到了這個前 50 名的清單 這三首歌曲的副歌,全部都是卡農和弦進行 而且都是非常傳統、非常標準 沒有特別變化或裝飾的那種卡農進行 我用了 RX 7 把這三首歌的人聲部分取出來 移成同一個調然後疊在一起 你可以聽到他們非常的配合 除了卡農和弦進行之外,在 2019 年同樣流行的是 在歐美流行歌最常見的 4 Chord Song Progression 在這 50 首歌裡面,也有 11 首歌的副歌是使用這個和弦進行 佔全部的 22% 所謂的 4 Chord Song Progression 就是指 1 5 6 4 級的和弦進行 以 C 大調來說的話就是 C G Am F 但是這個和弦進行你要從哪一個點來開頭都可以 所以它也可以是 F C G Am G Am F C 或是 Am F C G 如果是從 1 級或是 4 級開始,也就是 C 或是 F 開始的話 聽起來會比較快樂一點點 從 G 開始的就比較少見 那從 Am 開始的話就會聽起來比較悲傷一點點 話說曾經有一個專欄作家 把從 Am 開始的這種,取名叫做敏感女性的和弦進行 在歐美的流行歌,從 6 級,也就是 Am 開始的歌曲真的很多 但是在台灣,從 1 級或是 4 級開始的反而占大多數 也就是平均來說,台灣的流行歌曲是更快樂一點點 在我聽的這 50 首歌當中,只有一首歌是使用剛才說的 聽起來比較悲傷的敏感女性的和弦進行 這首歌是王欣霖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 如果你去看一下它的歌詞的話,的確是滿情緒敏感的女性的感覺啦 除了標準的 1564 級的 4 Chord Song Progression 之外 我把類似的和弦進行,像是 1465、 4165 等等的 也都歸在這一類裡面,所以我們也來重疊一些歌曲吧 以下是高爾瑄的 Without You 、蔡建雅的遺書 跟王欣霖的《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重疊在一起播放的結果 最後一個在 2019 年很流行的和聲進行是 4536 家族 同樣有 11 首歌的副歌是使用這個和弦進行,佔全部的 22% 所謂的 4536 家族,只有兩種最常見的形態 一種就是 4536 4536 不斷循環 以 C 大調來說的話就是 F G Em Em 不斷循環 另外一種是 4536 25 1 以 C 大調為例的話就是 F G Em Em D Em G C 要說有什麼變化和弦的話,最常見的就是把第二個和弦換成熟七和弦的第三轉位 也就是 G7 On F 同樣的我們來把幾首使用 4536 進行的曲子 調成同一個調串起來聽聽看,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感受到它們是相同的和聲進行了 我曾那次白於世界之大,也趁你與其中 都快忘了怎樣另一個愛 我被虛毒了的青春也許還能活過來 也許你的花會開 離開的你以為回來 怎麼先是熱的卻先變冷了 溫熱的卻聽不了還在被騰著 接下來來分享一些其他的有趣發現 首先是這個清單上幾乎百分之百的歌曲 都是使用大調或是小調的功能和聲邏輯來寫作的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功能和聲的話也沒有關係 反正它就是最正常最傳統的那種和聲就對了 只有兩首歌你可能可以說它是例外 那就是蔡依林的《怪美的》跟《甜蜜蜜》 你也許可以說這兩首歌有點像是調式音樂 但是如果你要說它們是小調的話其實還是說的過去啦 至於說大調跟小調的比例 在五十首歌當中只有十二首是小調的 而在這十二首小調的曲子當中 只有三首的五級和弦是使用鼠七和弦 舉個例子喔 在例如說十八世紀的古典音樂當中 如果你的曲子是A小調 那麼我們幾乎可以很肯定的說 在這個曲子裡面一定找得到五級鼠七和弦 也就是一七和弦解決會Am的片段 那為了要有這個一七和弦啊 我們就必須臨時把A小調音階裡面的 SO聲高半音變成聲SO 所以我們才會有和聲小音階這個東西 那這個古典音樂在小調五級用鼠七和弦的習慣 在現代的流行音樂已經沒有那麼常見了 在這次我所聽的所有小調歌曲當中 有75%使用的都是自然小音階的五級和弦 繼續以A小調來舉例的話 自然小音階的五級和弦就是Em 我們來比較一下五級和弦 用Em跟E7感覺上的不同好了 首先是流行音樂比較偏好的Em 然後是古典音樂比較偏好的E7 再一次這個是流行音樂偏好的Em 然後是古典音樂的標準E7 在我小時候的樂理課老師通常都會說 預設的小調音階就是和聲小音階 所以預設的五級也就是鼠七和弦 這個在古典音樂的情況的確是這樣子 但是也許現代的樂理老師可以考慮不要再這樣子說了 另外一個有趣的發現是 50首歌曲當中 百分之百的歌曲都是使用一級或是四級和弦 來當他們的主歌跟副歌的第一個和弦 有84%的歌曲在主歌段落從一級和弦開始 另外的16%是從四級和弦開始 副歌的話從一級和弦開始還是有58% 另外的42%是從四級和弦開始 其實我還滿驚訝 居然沒有任何一個人用這兩個級數以外的和弦來開頭 所以如果你現在正在寫歌 想要聽起來跟大家不一樣的話 試試看用一級跟四級以外的和弦來開始你的主歌或副歌喔 關於拍子,50首歌曲當中 有49首歌都是四四拍的 只有張若帆的《走了嗎?》是12八拍的 這也是一個我覺得大家可以多做嘗試的部分 沒有人規定流行歌一定要寫四四拍啊 如果你想要聽起來比較不一樣的話 你也試試看下一首歌寫別種拍子吧 影片的最後我來說一下我的心得好了 其實我沒有這麼常聽流行歌 不管是亞洲的還是西方的都是 我自己個人更常聽的是爵士音樂、電玩配樂 跟Chillhop 類型的東西 這次為了做這個影片 我在短期之內聽完了現在點播率最高的50首台灣流行歌 我覺得台灣流行歌平均來說還是寫的稍微保守了一些些 至少對我而言 不管是和聲選擇、配器、曲式還是整體的編曲 大部分的作品或多或少 都還是遵照著過去的成功方程式 雖然每一首歌的旋律、節奏、編曲等等都有點不太一樣 但是他們總體來說還是聽起來蠻像的 我倒不是在說這樣子有什麼不好 畢竟流行音樂的重點就是要寫大家聽起來熟悉的東西嘛 而且這些熟悉的東西也是經過了時間證明 是好聽而且大家喜歡的 只是對於像是我這樣子的音樂樂理宅男來說 這個清單裡面大部分的歌 都是我在第一次聽他們的時候 就大約可以預測它接下來的和聲進行了 只有很少很少的歌曲會讓我有出乎意料的發展 對比當我上次在聽爵士音樂或是電玩配樂的時候 我常常都會有 哇靠他這邊這個和弦超屌的 這聲音設計太酷了吧 之類的驚喜跟不可預測感 這是我在流行音樂這個風格比較少感覺到的 所以如果你正在創作流行音樂 我的建議是不要只聽流行音樂 多聽一點其他的風格 就算你沒有喜歡那些風格你還是要去聽 去把其他風格的和弦選擇 節奏、編曲、聲音設計等等的技巧 帶過來流行音樂這邊 你就可以讓流行音樂變得更有趣 這50首聽下來如果真的要給一個好和弦獎的話 我會頒給蔡依林的這張Ugly Beauty專輯 現在不管你覺得她的歌好不好聽 但是這張專輯的和聲編曲跟聲音設計 的確是我覺得比較突出 比較不會墨守成規 算是有把台灣流行音樂往前帶的一張專輯 那除了蔡依林之外 我覺得頑童MJ116的歌也都很心潮很有趣 還有林佑佳的別讓我走遠 盧廣仲的愛情怎麼了嗎 李千娜的Zabogina 都是我覺得很喜歡的作品 以上就是今天的2019年台灣流行歌和弦統計的課程 我會把這個50首歌單放在說明欄 那你們大家也可以去聽聽看喔! 這個影片是有好和弦220集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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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包裝提供給你 你現在只要用9塊錢米香的任何價格 就可以把好和弦創立以來的全部220集次帶回家囉! 裡面除了有比YouTube畫質還要好很多的原始影片檔 還有可以存在手機裡面一邊深蹲一邊聽的MP300 總共有超過30小時檔案大小41GB的內容 除了好和弦的教學影片之外 大部裝裡還附贈了很多作品原始分軌檔 這一期還新增了我編曲的雙鋼琴樂譜 甚至還有授權可以讓你當作YouTube背景音樂的作品 超划算的,對不對? 想要以實際行動支持好險的粉絲們 趕快一起來買,好和弦220集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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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包裝吧! 最後歡迎你到nicecore.com 學習更多關於作曲、編曲還有電腦音樂的技巧 我是微微觀大友,謝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囉!